弟兄姊妹 早晨 我上到来 我记得原来屈指一算 我和太太来这间教会侍奉 刚刚一年的时间 很感谢神 刚才特意 特别是记起 陈牧师帮我们做主餐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讲道 大家记不记得我讲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V字形人生 刚好是这个主餐 当时我不知道是Tanny 我还记得Tanny 我从Tanny手上拿着杯和饼 是这样的 刚才也有震 不过没有震得那么紧 我想说一句说话 就是感谢神带来我和太太 来到当中侍奉 也感谢太兄姊妹接纳我们 荣耀我和太太 成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道的是 彼得后书二章四至十节的上半节 题目是主知道人的路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就是有一间教会在主日崇拜邀请我去讲道 那间教会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教会的名字 所以邀请我的牧师在电话上 就跟我讲教我如何去 他说 你沿着聖坛尼特下去 看到这幅就转 然后沿着这幅这道路走 很快就到了 崇拜的时间就是十一点半钟 那我就是住在Arcadia 我想有些看电影节目都知道 所以对Tempo City的区都很熟 而我以前服侍的那间宣度会 离开我住的家 就五分钟而已 五分钟的时间 我亦都在我的印象当中 依稀记得 牧师港的位置是有一间教会的 所以那天我就很有信心 在自己教会那里教主日学 是十点半钟完整的 预足足够时间 一个小时 开车去 想着一定不会失误的 大把时间 所以我就沿着聖坛尼特下去 向南 Tempo City 在Arcadia西边 所以沿着聖坛尼特下去 去到这幅 应该右转左转 应该右转向西 右转向西 进去Tempo City 也开了一段时间 来到我心目中 以为有教会的位置 为什麽又找不到呢 为什麽找不到呢 不过仍然对自己很有信心 是没有错的 继续开 一直开到 差不多要出这个Tempo City 知道有点不妥了 那便停下车 是吧 先拿回牧师给我的名片看一看 然后发现 原来Tempo City Baptist Church 是不是在Tempo City 所以看名片有时要看得仔细 原来在哪? 原来在Arcadia 没有啊 所以去到Live Oak 不是右转向西 应该是左转向东 所以我立刻 好果断 来过180度的U-turn 而且那天Grace 不在我旁边 所以用很快 不过是很安全 亦都没有拿到Ticket的速度 向着这个标杆直冲 去到没有迟到 还有时间问牧师 为什么你教会这么有趣 Tempo City Baptist Church 原来不是在Tempo City 他当然有点解释 原来教会想改名 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 大家也认识过多少少 这个转道人的稳露 是不太行的 我到现在潮流 还有半溪的酒店 那些酒楼 都分得不清楚 不过 也都是 虽然走错路 都可以很快 可以回到这个对的路 其实这个经历 也都 其实感谢神 让我当中有些学习 第一 我们选错路 是永远不会 带我们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去不到就去不到 不要以为我们主观认为 一定得 就去到 不是的 而且 当我们发觉我们走错路 我们真的要快点去承认 立即很果断 来过180度的U-turn 去到对的道路 而还有一件事 原来可以让我们 去到对的路 想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时间是有限的 过了时会怎样 就会落责的了 而且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 结果可以是相当严重的 我可能损失了一个牧师的朋友 绝对相信这间教会 就不会再叫我去港道 如果我迟到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 定性 这个传道人不可靠 说传道人不可靠 即是不需要再做传道人 其实 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 其实 我们的人生有何尚 诗篇第一篇 亦都是整卷诗篇的隐言 那里这样说 耶和华知道异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都特别灭亡 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堡份 有同样的教导 祂说要进扎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人生原来在神的面前 是有两条道路的抉择 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 他知道他自己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就写下给信徒的一些叮嘱 提醒一方面 他说你们要因勤成长 要在神的圣情上面有份 另一方面他要提醒 我们要小心一点假师父 这些假师父是怎样的呢 他们故意忘记 神起初创造天地 亦都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既然主不会再来 怎样 即是不会有审判 没有审判 没有审判就可以 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责 对不对 他们这种歪理 让人们觉得 反正每一个人迟早都要玩完了 是不是 人生在世最重要 就是拼命去挥 挥到多少就多少 挥到之后 就放纵来享受 广告也有说 just do it 就是想做就去做 反正明天就要死了 假教师自己是这样来生活 亦都引导其他人 同样来过生活 走上这个祈祷 今天正道这一段经文 很清楚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按照假师父的歪理来过生活的话 结局是死路一条 而使徒彼得教导我们信徒要走什么 要走疑路 疑路是不容易走的 是责路 是苦路 不过让我们记住 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 我们最大的安慰 就是主之道 主之道 主之道 因为主之道 所以纵然 这条路不容易 但是也有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同行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更加有主耶稣基督 扶我们起床 再走过 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先低头 来到神的面前 做一个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亲爱主耶稣基督 求真理的灵来到我们当中 和我们每一位同座 神下你的道就是真理 求圣灵公抹孩子的口 大胆来到宣讲神的话语 亦都求圣灵打开在座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听到神的话语 亦都行出神的话语 主是愿意今天的正道 主知道人的路是成为神 你所愿难的子 我们今天通告是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祈求阿们 彼得就在四至六节那里 按照创世记记载的次序 用了三个旧约的历史事实 告诉我们如果你跟随这些假师傅的道路 不信有造物主 不信主在来 不信有审判 就放纵生活 放荡地去过生活 原来在神的眼中 这些不宜不敬虔的人 他们的结局从来都是这样的 彼得用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创世记六章一到四节 神的儿子就是天使 他们违抗了神的命令 不守本分 不守他们的职责 反而来到这个地上 看到人的女子生得很美 和人的女子狗合 因为他们的犯罪 神就将他们监禁在这个黑暗坑 亦都是地狱的意思 两个是同一个地方 等候末日的审判 我想在这里 请大家留意 就是原来这一段的经文 是用等候审判来开始的 第二个例子 是讲到罗亚时代的人 这些人最大到一个地步 他们经常所想 腦里面所想的 完全是恶 所以行出来自自然然 就是那种强暴那种的败坏 彼得称他们是不敬虔 英文叫做银国年 即是说目中无神 目中无神 所以神就施行这个懲罰 用洪水来毁灭充满罪的世界 第三个例子 就是所多玛和摩拉 但是这两个罪恶的城 住在这两个罪恶的城的人 他们最大的无法无天 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是什么 原来是性方面的放纵 大家可以回家去查这个字 解释就是性方面的放纵 包括同性戀 包括杂交 杂交等等 男女的杂交 所以神就降下这个硫黄和火 来到焚烧让这两个城 倾覆化成灰尽 我想大家留意 原来彼得 他用这三个例子 是有他的编排 有他的铺排 首先 神情佛罪的范围 是从灵界 来到当时的世界 到特定的城市 而审判的媒介 是包括用红水和火 使徒彼得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 哪里有罪发生 神一定不会姑息 神一定会惩罚 而焚烧两个城 是预表 主耶稣基督再来 最后审判的时候 是会有烈火来去烧净 其实四到九节 原文是一句很长很长的句子 第四、第五、第六 每一节都是用如果来到开始的 如果神没有放过犯罪的天使 没有放过上古的世代 没有放过两个罪恶的城 所以来到第九节 结论是最清楚的 所以旧约的例子 就成为历世历代 这些不敬虔的人的尴尬 基督教经常被批评 用这些最后审判 地狱永盈 你们想恐吓人来信耶稣 我自己又记得 我小孩的时候 也很小 我爸爸妈妈 就带我们全家 去香港岛大坑道 的虎炮别墅 来旅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人有去过 有啊 现在虎炮别墅应该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成为我们老香港的集体回忆 可能80后90后都没有什么机会 看到 其中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原来虎炮别墅的花园里面 有一幅很大的壁画 是描绘什么 十八层地狱的 里面有什么 欧利根 上刀山 下游窩 还有腰斩 万箭穿心等等 我印象很深 所以现在都记得 不过 请不要误会 我没有意思去比较十八层地狱 和圣经所说的地有什么分别 这个不是我想说的 我只是想说一样东西 恶人行恶犯罪 是一定会受到审判的 是一定要面对公义的惩罚 原来这个是普世接受的道德规律 现在经常听新闻都说 我们要普世的价值 是吧 而基督教可贵的地方 就是我们信的这位神 这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 是奇以恩典的神 祂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的方法 去猜派祂的独生爱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要我们承认祂是我们个人救主生命的主 只要我们悔改 就可以从不义的路 回转回到正义的路 来到七到八节 比特就用两个旧约的人物作为例子 告诉我们我们走正义路 不容易是窄路是苦路 不过是恩典的路 恩典的路 恩典的路 请我们记住 苍世基当他记述罗亚的时候 他说罗亚是一个义人 比特在这里更加 让我们更加知道多些 他是一位罗亚是全义道的人 我相信罗亚有机会 用他的口来劝周围他遇到的人 就好像我们作为牧师传道一样 我们都用苦口婆心来劝他们 你们要悔改回转 回到正义路 不过相信更多的时间 在神宣布会有审判 到洪水真正来 中间有一百二十年的期间 罗亚是不间断的 他每一日都努力来建造这个方舟 用锯木的声音 用凸锤的声音 用他的寒水 用他的奸身 来传神的义道 或者你会有这个问题 咦? 罗德都可以被称为义人? 义人在旧约的定义 不是道德上面完美无限 不是 义人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要和神保持一个合义的关系 向神来效忠 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倚靠神 所以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看 罗德是可以被称为义人的 被全知全异的神 来到去念吻 重审判两个成的当中 是将罗德拯救了出来 再次让我们来到思想 这两个例子 对于我们作为神的指纹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 让我们可以坚持走我们地上的意路 第一 罗亚一家八口被保护 罗德和他的家人被拯救 原来信神忠于神 住在世俗不信的社会 有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属于少数 甚至是绝对少数 这个事实就是构成 原来走二路是不容易 是苦路是责路 最基本的原因 罗亚我相信他每一日 都受到他周围的人 对他的耻笑 对他的喜乐 他说这个傻佬 又在那里做个大船 雨水都没有一滴 红什么水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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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人这样骂 罗德更是 如果大家知道 《创世记记》 全个城的人 来到他家的门口 要是什么 包围他家 要交出一些访客 任他们 任他们所为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例子也让我想到 现在如果有敢有任何人 表达我们支持传统婚姻 只要我们表达一点 支持传统婚姻的意见 或者男子和女子是有分别的 在公立学校 不可以用同一个厕所 我们就会被指为 色谷不化 歧视这个弱势的困体 第二点就是 从积极面来到去看 罗德他每天都看到 每天都听到 每天都亲身经历到 他所住的城市那些恶人 他们违反神的规范 他们放纵淫恨 圣经告诉他 他心里面就有伤 进而为那个地方祈求求复兴 当我们有祷告的心 我们有祷告的心 就带出这个见证的行为 我们就学习罗阿 做全异道的人 以研教新教来到大胆 宣讲神的真理 成为有影响力的声音 来到服侍我们身处的世代 二人经验人 为到我们所住的地方 忧伤 继而去全异道 面对敌对的敌事的大多数 我们是一无所靠 一无所靠 不过弟兄姊姊姊 我们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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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那里 深信 只要神 站在我们那边 我们就会被保护 被拯救 苦路 窄路 可以是恩典的路 正正因为主知道 主知道 主和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 四节 四节八节 是条件句 如果 神从来都是审判 懲罚 恶人恶行 却是保护 拯救二人 敬虔人 的话 这样来到第九节 就是结论 结论就是 主知道 弟兄姊姊姊姊 我们有这个伤心 主是知道 主知道如何去做 主亦都有能力去做 最后的华视权 在主那里 无论恶人是多么囂张 无论二人的势力 好像是多么渺小 请我们相信 请我们相信 神仍然是掌权 神仍然是掌权 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你和我 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会遇到苦难 是会遇到这个事怜 其实这是《彼得前后书》 《忠心的教读》 我们是会遇到苦难事怜的 只要我们是与神有关系 我们效忠神 我们倚靠神 神亦都应许 一定会拯救二人 敬虔人 脱离凶恶 神会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继续持守我们所信的 神对控掃约伯的魔鬼 这样说 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里面 不过绝对不可以伸手加害约伯 主知道 就是我们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 最大的盼望 今天正道的经文我刚才也有提出来 第四节是用等候审判来开始 来到第九节 同样用等候审判来结束 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圣经一次的教导都是 人的犯罪是必定会带来神的惩罚的 有时的恶果要是今生就会承担 我自己认识一位的律师 他每一次去到中国大陆 他都会做一些很荒唐的事 回到来就周围和人聊聊 后来他就染了一些没办法医好的病 他就终于来复若改 他就把他的家产留给他的太太 圣经当然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受造的人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 我们要面对最后审判 主耶稣基督审判 活人死人 所以主之道就是恶人继续行恶的时候最大的境界 第十节说到的是 在彼得世代扰乱教会这些假师傅假先知 他们的结局和旧约的例子是一样的 《兴万主》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藐视主的掌权 忘记创造天地的神 不信主耶稣基督再来 历世历代 跟着假师傅这个道理 这些歪理这条路来到过生活 脆重欲体 放纵情欲过生活的人 同样是要接受审判和惩罚 来到这个应用的部分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是有两条道路的抉择 我们可以选择罗亚 神就纪念罗亚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罪犯 求主耶稣基督纪念他 耶稣就应许和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 所以人的路主是知读的 人的路主是知读的 今天你的抉择又是怎样呢 主耶稣基督是可以引领人到父神那里的 唯一道路真理和生命 没有其他另一条路的了 只有一条路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 所以当我们察觉到我们走错了 我们就要好果断 我们就要马上来一个U-turn 一百八十度 从不易的路我们要回转 我们要回转到正义路 所以苦泡别墅 他要劝人行善 叫人积功得最大错误的地方 就是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的 我们唯有靠赖主耶稣 在审判日子未到之前 我们选择十字架代熟的恩典 重新走上这个正义路 我们找到这条路 找到这条路 我们就有真理 我们就得着生命 所以第一个你的决责是 离开不移路 第二个决责 已经走在正义路的弟兄姊妹 是愿意我和你 我们一起来到坚持到底 人生在世是有苦难的 是会遇到很多的试炼 不过当有苦难来到 有试炼来到的时候 让我们有个确信 神应该他会保护拯救我们 和我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的信仰遇到挑战的时候 愿意你和我都有同样的回应 主耶稣基督 你有永生的路 我们还要归向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主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第三个 我们确信主是知道的 最后的华士拳 就是这位创造主的手里面 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 一定会再来 审判活人死人 现在的天地会过去 代替的是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 有意在当中 那里再无眼泪 再无死亡 再无悲哀 再无哭哭 我们属主的人 就会承受复活荣耀的身体 和我们这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永远同在 在曼城 但不过 让我们记住 我们不是消极来到去等待 而是将我们的盼望 变成为我们的枯治 我们很积极的 我们很积极的将来完全的 而在这一刻 在地上 在神放我们的崗位里面 就将这个完全的意识行出来 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悠伤祈祷 用我们自己的言行 用我们的品格 教会集体的见证 用我们的眼泪 用我们的汗水 来到宣讲神的意诺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其实现在都一直在进行着 今早都起床看新闻 占中行动在香港 发展得如火如荼 其实我每一刻都很忧心 我都一直跟着 留意香港的新闻 令我老海里面想起的六四事件 想当年 我和我太太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当时作为留学生 在美国读大学 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这塔拉车 入到天安门来到清场 我们所有中国籍的学生 包括来自香港的学生 我们真的抱着哭 我们觉得国家没有希望 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痛苦 甚至有一个百种的 美国人的朋友对我这么说 他说如果中国像日本那样 让美国来到去统治就好了 就没事了 香港 今次直到现在 在发生着 黄丝带、蓝丝带 我最初都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颜色 黄丝带、蓝丝带 冲突对峙 其中一张报纸的头条也都说 香港哭了 香港哭了 住在LA 关心香港的你和我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的信仰 和现实现在发生的事情 究竟可不可以有关系 神的交道就是 你们要为那城 忧伤求平安 为那城狠切来祷告神 这是神的交道 确信 弟兄姊妹让我们确信 主是知道的 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恶人一定会受到审判懲罚 义人一定会被神保护 被神拯救 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 神的角度 就会完全取代 人的角度 世上的角度 终必被神 永恒的角度取代 有完全 真正的意在其中 不过我愿意 你和我 我们今天在地上 在LA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愿意我们成为 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位和平之君 我们愿意成为 主耶稣基督和平之子 用他写己犧牲的大碗 去苦摸最深的伤道 去修补最撕裂的关系 用我们的信 用我们的望 亦都用我们的爱 来传十字架 和好的意度 先是神和人和好 然后人和人和好 直至我们愿意见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面 今天我说到这里 我原本是预备了一首诗歌 作为一个结束的祈祷 其实这首诗歌就是 《使我作理和平之子》的英文白 《使我作理和平之子》的一首诗歌 因为都是五分钟 我想我们都可以播一播 好吗? 愿意我们就用我们的诗歌来结束 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 Channel of your peace 我们用一个祷告聆听的心 作为我们今次讲到的结束祈祷 谢谢大家 Stit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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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